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月24号中午12点25分 行政院宣布台北势力和平医院封院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 让和平的医护人员乱了手脚 我就随便抓一个同人 问我发生什么事 他就跟我说一句 我们被封院了 那我就看到说很多人 他们还是试着要跑出去 包括说有一些同人 他们爬窗户 和平医院有AB两栋大楼 4月22号 B洞传出SARS病毒院内感染的消息 两天后 政府决定将AB两栋大楼全部封锁 并召回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隔离 被召回医院的和平员工并不知道 封锁线的后面 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混乱 护士会问说你要封多久 你的政策是什么 那你既然认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脏的 我们这个地方要不要消毒 那如果要消毒 那我们的病人要不要输送出去 要净空 那就是完全都不知道 全部把所有的员工 召回到我们医院里面来 然后大家又却在两栋大楼里面 在来走来走去 医院内已经有一个地方感染 你会造成大家又在那边互相交叉感染 我们不知道谁生病 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接触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会传染别人 可是政府我觉得都没有提出这个配套 它只是希望我们在里面 和平医院封院之后 1170个被关在里面的人 似乎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 连睡觉都成问题 你突然的封院 连一个床铺都没提 你看他们怎么去睡 看他们心里面的惶恐 求助无门 也不晓得我现在怎么办 在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刻 工作人员迫切需要有人来领导他们 但是和平医院的高层主管却忙着开会 没有人向员工和病患提供必要的资讯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主管 他们都在开会 没有人出来领导我们说 我们应该大家应该来做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就是停在哪个地方 被封锁在医院里的930位和平医护人员 很快就发现 他们竟然要自力救济 封院以后 出来跟我们解释的 其实不是卫生局 也不是市政府 更不是机管局 跟我们解释的是我们院长 就帮我们大家集合起来 然后就掉着眼泪跟我们讲说 他对不起我们 那希望我们一起想办法 来度过这个难关 原来我们被关起来以后 我们要大家一起想办法过这14天 那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 说我不害怕 其实是骗人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 医护人员最需要知道的是 他们要怎么做 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可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假设他们如果很快 有派人进来给我们说明 我想我们员工的心 就不会那么慌乱 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 这个台湾如果发生战争 大概了不起 也是这个样子而已 我们就是不知道感染源在哪里 才会倒那么多人 可是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 讲说感染源是谁 在哪里 那到底要怎样的防护才够 也没有人出来教我们 除了害怕被感染 许多护士还有家庭要照顾 突然被隔离 让他们措手不及 不安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医护人员在不到24小时之内 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疫事件 我们护士都大部分都很年轻 所以孩子都很小 你突然他不能回去 你说那个孩子怎么办 所以或者是家里有老人 所以为什么他们那护士会 会情绪那么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防疫就如同作战 如果有抗争的行动 我们视为敌前抗命 他讲敌前抗命 我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里面都自己在 配套自己在处理 几乎没有什么人 可以进来帮助 那这样子来讲 你叫这些在里面的人 怎么会说敌前抗 每个人都是想要 想要生存下去 我对于当时被批评为 政前抗命 我是非常不以为人 我是觉得这个领导者 缺乏人心 对这种基层劳工 真正的处境不够了解 一来他对整个SARS 的战况判断不足 这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有 但是你在执行的时候 没有给足够的装备 给足够的这个医疗器材 防护器材 那照着他们 在冒着危险去执行 我觉得这个不但是不仁 这基本上是 侵犯了劳动的人权 第二天第三天 其实我 我 我其实我很愤怒 愤怒 有一些人做了这样的决策以后 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把我们这么多的生命绑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 和平医院里面的物资供应和分配 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快税袋就进来了 可是进来又就乱成一团 有的就用抢的你知道吗 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在A栋B栋呈现很明显的差距 民生物资大部分来到A栋 大概都被A栋的人先领走了 他们花了一千多万紧急采购 所以东西都进去了 但是我就不确定说 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在第一时间 一进去马上就送到医护人的手上 院长在那个时候的一个领导 我觉得说好像 好像突然没有功能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变这一样 就在院内乱成一团的时候 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 正忙着跟市政府卫生局 进行视讯会议 24号中午已经封院 就远去视讯会议 就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把我们所建议的 包括说他的病人 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去分层去安置 然后他们的人员要做管制 就跟医院方面就做一个 双向的一个沟通 跟指令的一个交付 到了中午 我们所有的大家人的心情 又跌到了谷底 这样因为从开完会下来 一些主管 不止一位的主管 说他们所传达出来的讯息 得到一个共同的场景 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 所谓的专业医护人力的需求 跟配备的不足 反映给这个局长的时候 局长的回答居然是说 他无能为力 他爱莫能助 我们这些医护主管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就拍桌 然后跟他有一些争执 而他 邱局长居然就当面指责 我们的吴院长说 吴院长 你是这样管束你的下属的吗 那我就觉得说 真是匪夷所思 他这时候还用一种 长官的心态高高在上 我看到的是 我的院长 副院长们 所有的主管们 那样的表情 那样的情绪 我那时候几乎 我觉得连我自己 都几乎要被击垮了 我当时几乎有一点点 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 我们真的心凉了半截 因为他们没有进来看看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到底为什么恐慌 只是一味地骂我们 和平医院封院是 行政院和台北市政府 在4月24号早上 开会共同做出的决定 24号早上 我在市府举行 早餐会报的时候 找了邱局长跟吴院长 和平的吴院长来 就做这个决定 要 那个时候没有封院这个名词 而是要全面地管制人员进出 我们开完会的时间 大概9点多一点 就接到行政院 刘四方秘书长的电话 说副院长林信义先生 要举行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请欧副市长 跟邱局长去行政院参加 他们在会上就提报了 我们的这个决定 要在今天封院 但是封院后的和平医院 究竟是不是由台北市政府接管 到现在还是各说各话 大家不要忘了 市政府同时发布一个命令 和平医院已经被市政府接管了 我以为是 我进去要接受的指导 不是我们医院的管理阶层 而是市政府会进驻一个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一个所谓的SARS感染 院内感控的一个专家指导小组 但这个命令已经被后来 行政院开那个会议的决议所取代了 因为那个命令在先 可是行政院开的那个在后 在后的话就是中央权力协助的地方 我的这个印象当中 一直觉得说是 由台北市来接管 然后中央权力来协助 实际上 根据台北市政府向市议会提出的报告 市政府卫生局在4月24号 成立接管小组 进驻和平医院 只是在实际运作上 医院仍然交给吴抗文院长领导 我们本来想说 医院本来就有院长 它本来是一个运作中的医院 你何必去接管它呢 让它自己继续运作 我们帮它忙就好了 4月24号下午1点钟 当和平医院拉下铁门的时候 不但员工病患和家属措手不及 连前一天晚上 参加疫情处理会议的专家 也感到惊讶 封院的时候里面有三个配套措施 一定要把那个分层 分级这个管理一定要做好 那么把A洞比较干净的 没有所有感染的 那么这些人 病人 就失散到杨明医院去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 医护人员一定要 要给他们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 24号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中午已经封院 但是三个决议全部没有达成 第二天来开会的时候 他已经封了 我在想这样子做是对的 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时候 后来发现准备的东西没有准备好 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 在封院后不止一次 进入和平医院协助感控 他看到了让他永远难忘的景象 看到那个整个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体系 已经瓦解的一个医院 虽然是在你到了每一个地方 你到了每一个病房 当然是有护士在那 有医生在那里 不过因为他的限制的关系 一种很隔离的感觉 不管是沟通不畅通 或者是东西送不到 反正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 真的是一个很困难 无法形容的感觉 我现在回想起来 都觉得那是一个很 很黑暗的一个房间 在和平医院引爆 台湾SARS疫情的 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在台大医院的实验室里 高全梁教授和他的团队 从今年三月起 就针对SARS病毒 展开一系列研究 4月9号 终于成功培养出 台湾第一株SARS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在很多的自然界的动物里面 都曾经发现过 它的特殊外面有很多的 好像花瓣的构造围起来 所以在这个病毒阶级 把命名叫冠状病毒 事实上在我们病毒 这个工作人员的眼光看 它真的是很漂亮 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冠状病毒研究之父 赖明照认为 我们低估了病毒或细菌的力量 本来冠状病毒 只是引起普通的感冒而已 但是这个病毒容易的基因 容易变突变 容易交换基因 结果就是这些突变和基因 就造成了SARS 这样毒性这么强的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3月15号 把这个突然爆发的疾病 称作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目前证据显示 SARS病毒不会经由空气传染 主要的传染途径 还是因为接触到病人的飞沫或体液 例如痰 口水 鼻涕 眼泪 精液 血液或排泄物 38度C以上高烧 肌肉酸痛 干咳 呼吸困难或腹泻 是感染SARS的主要症状 而急剧的肺部纤维化 造成呼吸衰竭 成为致命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看过一张SARS病人的骗子 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因为我们自己感染科小 也就是常常看到肺炎的骗子 就是那个速度你快到不能想象 你就看到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那么快 就一下子两边的肺就 几乎都已经是肺炎 可是通常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你不知道它 已经传染到多少人了 SARS的第一波是 稍稍退退 一直稍稍退 还可以吃 还能吃 可是它在第二波的时候 拉得就像布袋系一样 只剩这个头是硬的 其他就摊在那里都不会动 就一直拉 一直拉 一直拉 从今年二月底开始 香港越南陆续出现非典型肺炎 并发呼吸衰竭的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三月底宣布 更早之前 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2月 发生在中国广东 造成多人死亡的非典型肺炎 证实就是SARS 而台湾最早出现的SARS可能病例 是3月8号和14号 先后住进台大医院的台商 秦先生夫妇 在和平医院封院之前 台湾只出现了一些 零星的SARS个案 但是在和平封院的时候 医院里面已经出现 大规模的SARS病毒感染 而在副院前两天 也就是4月22号 和平医院才通报7个SARS病例 当天下午 卫生局宣布和平暂停急诊 那时候大家都把目标 都集中在急诊 认为急诊是一个感染区 结果后来我翻了一下 原来是八楼是感染区 为什么大家不去搞八楼 为什么要先把急诊封起来 因为这个医院里面 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发病 而且那个发病 没有明确的关联性 这个之间的传递链 一时在当时就没有办法 去很清楚地界定出来 其实在4月9号 和平医院就曾经收治过 一位SARS病患 这位曹女士曾经在和平急卷室 待了40分钟 这短短40分钟 却预示了和平风暴的开端 曹太太她9号发生这个时候 她是疑似这种 就是SARS的病人以后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SARS的病人 我们穿了 穿好防护衣 然后把它送到星光去 后来我们也慢慢有点警觉性 只是院方的警觉性 很快又降低了 因为当时疾病管制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定出SARS病例的通报标准之一 是病人要有接触史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 她的标准定得太高 为什么会说她标准定得太高 主要是后来这个曹太太 又被疾病管制局 说她因为没有接触史 所以不是 这个曹性护性 三次的前提都是阳性 但是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定义 因为她没有接触史 所以定义就还是要被排除到SARS 那么在专家委员会的时候 还因为联系删除病毒阳性 还勉强把它提升到说 说那个带死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委员会的时候就距离立正 有迹象显示 和平的院内感染 在4月9号曹女士去看急诊之后 就出现了警讯 当时担任国家卫生院临床研究组 主任的苏毅仁 负责曹女士的病毒检验 她发现这个检体的病毒量特别大 所以非常紧张 4月15号下午 苏毅仁打电话给台北市卫生局长 邱淑提 请她提高警觉 一个人到过和平 所以和平是在台北市卫生局局长管辖之下 我叫她说 你一定要去好好去做和平疫情的防治的措施 我想我已经一个学者的专家的身份 已经把这个信息给他们 所以当和平4月22号爆发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当天我们不但马上把他的讯息 转支给我们防疫股的部长 同时防疫股也立刻转支了和平医院跟新光医院 请他们做必要的相关的院内感染控制措施 我们每天都提供最新的资讯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各种的公文 然后去提升各医院的院内感控的层级 提升它的一个防护的能力 而且我们还派了我们第三科 也就管医症的同仁 还有我们各卫生所的同仁分头 第三科去击查医院 卫生所的人去击查诊所 当SARS病毒悄悄入侵和平医院的时候 台湾的人还陶醉在三菱记录的表象中 没有人知道风暴即将来袭 4月16号在和平医院工作的习工 刘先生住进B栋801号病房 我很清楚记得他刚开始是沙门式感染 可是为什么沙门式感染不用 他也是传染病 为什么不用关隔离病房 是因为他是肠胃道隔离就好 就是说我们只要处理他的排泄物 他偶吐物就好 所以因为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一直吐一直烧 然后一直拉肚子解黑便 问题是那时候他照X光 他没有变化 我觉得也不能怪主之一是不是错 对啊 因为他没有变化 你就是没办法判断他是SARS 因为SARS的标准之一 就是一定要双侧的肺炎 那个奖金是801第一床 然后他们两个就对面 他们两个两个是脚对脚这样子 对面 然后那时候流行习工来的时候 我刚好放假 所以后来他们发烧 我说为什么你们都发烧 他们就说大概是那一床吧 大概是那一个16号入院流行洗衣工 结果我们五个小姐就同一天 21号同一天大家都发烧了 同一天 所以同一天发烧 就全部召回来看急诊 那有三个就入院了 从洗衣工刘先生发病开始 SARS病毒在和平医院 B洞八楼感染科病房游走 在封院前夕 包括陈静秋护理长在内 B洞的16位工作人员已经倒了一半 在4月21号的晚上 就已经有蛮多的员工 因为发烧 身体不舒服来看急诊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这些员工都是集中在某一个护理站 主要是在B洞八楼护理站的员工 我那时候直觉就是觉得说 这好像有问题 我说那就请B洞小姐 全部今天上班的 通通叫她们下来照的是光 那一天也知道 我们曾经去护理长也发烧 我就说请她也一起过来 我跟她讲 我说大家都入院了 结果她是跟我讲 她不要回来和平看 她要去台大看 结果因为她那天来打了点滴就走了 后来我们就一直没看到她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不只是许多护士 受到SARS病毒的侵袭 年轻的住院医师林仲威 也在这段期间被感染 院内感染的范围不断扩大 不知情的病人也成了受害者 4月24号到26号 跟洗衣工刘先生同病房的 蒋先生等三位病人 接连过世 而刘先生本人也在29号过世 我相信很多病人 他搞不好都莫名其妙 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说实在我也觉得病人真的很可怜 在801病房 光是蒋先生的家人和亲戚 就有六个人遭受感染 整个家族承受莫大的压力 而其他无辜受害的病患家属 也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继续传递病毒 后来其实我觉得是家属也是一个传染源 可是等到我们发现说家属也是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到很后面了 发生这么大规模的院内感染 为什么没有人警觉到 这些可能都是SARS病例 而感染科主任林荣帝 到底有没有隐匿疫情 我想这有没有隐瞒 其实我们在这种判断上比较困难 因为毕竟他是第一个 他是新的病 然后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而且标准又定得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你要说他有隐瞒吗 有时候也很难判断说 他真的隐瞒还是假的 其实那时候主任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戴N95口罩 他甚至连隔离衣都没有穿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 可是这波的疫情 他真的有逃避不了的责任 台北地检署 已将和平感染科主任 林荣帝和院长吴康文 以待乎职守的罪名起诉求刑 不论他们有没有隐匿疫情 医院内部确实存在 专业警觉不够的问题 很多医护人员认为 医院的业绩导向 应该是造成专业警觉降低的主要原因 我想想这件事情会发生 是不是因为太忙了 大家都没有努力去想 就像说 就像说小姐发烧了 我也没去想 就是有人去顶班 所以我就出来顶 我也没去多想 等到后来停下来才发现 我怎么那么恐怖的 自在里面都不发现怎么样 和平医院在吴康文院长的领导下 在市立医院中业绩高居第一名 去年营收突破14亿 而增加看诊量 增加住院率 都是充业绩的必要做法 有时候前一个病人还没有出院 后面的病人已经急着要进来了 他们下面就一直吹说 我们病人等多久了 你还不赶快给我们上去 那我们上面就 有些已经可以出院了 可是在等家属而已 我们只好说 那伯伯请你坐到旁边这个椅子来 你坐到走廊上这个椅子来 等你的家属 那我们这一床留给新的病人 我们来准备 我们做消毒的工作 我们要铺床 像这种SARS的病患 或是像一些传染病 如果你隔离病患很多的话 一方面会影响到一个医院的营运 另外一方面是说 有可能会让病患却步 像这种像我们知道说 很多医院他可能知道 可能有SARS病人 或是疑似SARS病人 他也不愿意张扬 4月21号开始 因为护士纷纷倒下 院内感染的阴影 已经笼罩整个B8病房 连续三天至小夜班的护士黄露仪 经历了奉院前整个混乱的过程 然后我们刚才到23号的大夜班 已经没有人可以上了 就是一定要别楼来支援我们 因为能上大夜的全部都被通报了 对啊然后就那时候就比 就蛮乱的 然后就开始 然后病人又开始大出 因为他们开始要赶病人 就是可以的 怕受到感染 赶快让他出院 在普通病患被移出的同时 院方把所有疑似SARS的病患 全部集中到人力 已经严重不足的B8病房 封院前一天 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 已经极度紧绷 26个有16个是 不管是真的SARS还是不是的 就是泥室而已 都有 全部总共有16床 我们26床里面占16床 只有两个人去care 想说那人力 你真的做到 眼泪都很想掉 在紧绷的情况下 那些仍然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 最担心的 就是身上的防护装备 根本不够 我们照顾隔离病房的人 就是N95口罩有 然后丢弃室的 丢弃室的隔离衣 可是不是他们那种 包到头的那种 就是那种 很简单的那种隔离衣 然后鞋套跟帽子 没有面罩 没有眼罩 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跟感控讲过 感控就说他们也没有 然后他们就丢几件那种 丢五件还六件那种 布的隔离衣给我们 然后他就说你先穿这个 如果真的没有那种丢弃室 防水的话 你先穿这个 我就觉得 根本就是开玩笑 拿我们的命令开玩笑 21号20号发病了之后 后来你看到一直有在发病 一直到5月都还有人发病 为什么 就是好几波的传染 就是说你没有告诉我地雷在哪里 你让员工去踩 你不给我足够的设备 你让我没有足够设备去踩地雷 那当然每个都炸死了 封院之后 和平院内的员工 病患和家属 被通报感染SARS的病例 不断增加 再加上原有病患必须照顾 B洞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达到临界点 当B洞六楼又住满了以后 B洞八楼也没有位置的时候 剩下的患者全部急在急诊 所以才发现后来急诊 躺了快要20个患者 在没有开始转院之前 那到后来当时事实上 就已经饱和了 已经完全不能动弹了 陆陆区域这样子加起来 二三十位都有 然后他们就住在一个病房里面 然后本来没有那么多病人 现在又变那么多病人 然后那个真正的照护 人力这一部分也病倒了 我们的员工又一个一个病倒 尤其是医生护士 平常来讲一个护士可以照顾十个病人 但是真正在照顾SARS病人 一个病人你需要到两个护士去照顾他 因为你必须要四个小时要换班 不然护士没有办法维持 四个八个小时的体力工作 人力到底够不够 卫生局官员的认知 跟里面医护人员的体验 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那时候门诊也停了 然后急诊也停了 医院里头有很多的医护人员 然后原本开到各方面都停顿下来 人员是可以调度 他有没有想过这里面很多医生 他不愿意坐他躲起来 当然你可以骂他 就像卫生局一开始骂我们的一样 这是你们医院的事 你们为什么自己不愿意坐 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是这一颗的 他可以说我不会 我还要这样去做 我觉得我很害怕 但因为这样的因素下 所以愿意去做的 就只有没几个医生 那就是那些医生在苦撑 已经发生大规模院内感染的和平医院 在副院以后 医护人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防护装备 在那个时候 我们事实上我们是没有防护的 很好的防护设备 我们唯一有的防护设备 就是一个N95口罩 然后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步骤的可离 那我进去到B8跟B6的时候 我觉得是那时候 情况是算蛮悲惨的 因为最主要是说 那边的防护设施 在前三天几乎是都不完整的 包括B8 那个伤害最重的地区 还有B6都一样 都不是很完整 就是说防护套 或是防护目镜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没有就缺了 第二天的下午 我碰到那个 何美乡教授跟CDC Mark 那差别很大 因为他们是穿那种太空装 就像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 不然消防员或是什么 他们在运送品 都是穿那样的 标准的那个 全部照起来 我们从头照到手照到脚 然后手再戴两层手套 然后再戴眼罩 然后再戴脚套 应该那样才是标准的 可是其实我们24跟25 现在一直到24 5号下午 都不是那样的装扮在做事 之前工作的小姐 真的都快要昏倒了 每个都在那里掉眼泪 因为他们昨天前天上班 根本都不是这样子穿 很多人就是边掉眼泪边在做 因为没办法 也不知道自己事后会不会发病 我觉得不应该让医护人 沦陷到这样子 疫情爆发之后 医护人员的角色变得很尴尬 他们一面担心自己会不会发病 一面还要照顾病人 那时候其实我们除了之前 刚才我所说的像一些被孤立 然后恐惧 害怕恐慌以外 其实我们会害怕说 我们自己会不会发病 那我们自己是代言者的话 我们身上都有病毒 那我们还可以去照顾病人吗 然后我们还要担心 如果我没有发病 今天我们还没有被感染 我会不会被感染到 然后那种压力下 我还要再去照顾SARS的病人 我觉得很残酷耶 真的很残忍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承受那种压力 我想在B动人跟在A动人的心情 也是完全不容易的 事实上有很多我们的 我们的同仁 在B动的同仁 他们都有跟我们提到说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他们很多都写好遗嘱 甚至他们又打手机 交代后事等等这些进行 不仅是医护人员 承受空前的压力 B动的病患 也陷入极大的恐慌 那时候有很多病患 他们都会情绪很激动 扬言自杀 有很多家属 还有照顾故宫 他们其实物质短缺情况 比我们医务员员还要更严重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可以看 所以他们资讯几乎是隔绝的 有一个病人上吊至少 我那个护士小姐 好可怜喔 真的 他不知道病人是在浴室里面 就是想不开这样 他那个浴室 因为他找病人 奇怪他要进病房 怎么病人不见了 就开始找 结果那个浴室一打开 那个护士小姐才二十出头 吓得这样子大叫 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哭完了就 我们护士小姐就不会讲话 在人人自为的处境下 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 而躲了起来 像我们一开始 医生有的医生也躲起来 我们不是只有说 讲了什么那几个科的医师 我们有很多医师躲起来 那刚开始有的护士也是不愿意 会排斥 有几位资深组织医师不愿意来的时候 住院医师就跟着他也不愿意来 那时候我们总认为 大家应该同甘共苦才对的 但是院方给我们讯讯说 如果第三批的医师不来接班的话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 来接我们班的话 我们第二班的人就必须一直 一直待在逼动 一直到说这个世界结束为止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情绪 当然是非常激动 在隔离的状态下 电话和手机变成了 最有效的沟通工具 其实每个人心里相当害怕 但是我们同事之间 就是互相的加油 互相的打气这样子 那曾经就是像 我有个同事就是 就一直用手机跟我联络这样子 然后他的手机的费用就是 这段短短的时间 就一万多块的手机费 4月30号早上 一直在逼动第一线奋战的 苏瑞珍医师 突然接到通知说 他可以出去接受隔离 我其实那天是蛮感慨的 因为那天我是临时授命说 来这边参加一个典礼 那我是当医师代表 也就是马市长 邱局长 还有那个什么 吴议长 还有一个不知道谁 四个人不是搬发我们东西 我家就在那里 然后我就站在这里 我出来就眼泪一直掉 因为那时候就真的很难过 我家就这么近 可是我就看不到先生 看不到小孩 但即使说我现在出来了 我还要再去观止四天 那时候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 咫尺天涯那种感受 在那时候最强烈 我也不知道 我接下去会不会发病 假设说我在这当中出事了 那我也很感到永远再看不到 4月27号 前台北市卫生局长叶晶川 以流行病学专家和义工的身份 进入和平医院作证 他很清楚他要扮演什么角色 这很像铁达尼号 这个船要沉下去了 那船要沉下去谁先走 类似这样要有一个优先次序 然后其实我就在扮演 这样的一个角色 叶顾问进来第二天 那么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手稿 就下了这样的一个order 那么从那天开始 大概就比较有这样的 那么我们会也觉得比较轻松来 叶晶川先落实分洞分层的动线管制 让院内感染不再发生 然后人员才能够分批撤退 我们院后来27号以后是有比较好 有人就是踩在A洞B洞的交接口那里 严格控管A洞B洞之间的交流 像这样就是有效的 比如说八楼的话 在八楼的病房 护理站跟病人所住的病房之间 会划一条安全区域 然后那也有一条安全线 那在安全线靠近病人的部分 那个就是所谓的危险区域 在撤退过程中 叶晶川也固定向被封锁在和平医院里面的人 提供必要讯息 让每一个同仁他知道说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失误 但是现在我们在收拾战场 那怎么样可以安全撤退 怎么样保障我们现在在这里面的病人 每天分这个早上9点跟晚上9点两次 大概每一次都花大概10分钟 每天都很盼望了 两次的时间来听听叶教授怎么说 从4月27号开始 和平医院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 开始分批把病患送到其他地点隔离 陈总统决定说要做疏散的话 对我们那时候内部的人来讲 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疏解作用 因为那时候整个内部里面 尤其逼动的里面的人的情绪是非常地 非常地焦躁 非常地激动 负责在院内收拾残局的叶金川 认为他成功地达成了任务 那个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而已 就是已经有那么多人感染 而且有很多的医护人员阵亡 在这种情况下去收拾 但是没有让这个灾情恶化 这是我的任务就是这些 4月25号 和平富尔科护士郑轩庙 和他的同事林嘉玲 走出和平医院 被送往替代医中心隔离 郑轩庙当时不知道 林嘉玲已经感染了SARS 第二天 林嘉玲在替代医中心发烧 又被送回和平医院 5月1号 和平壁动八楼护理长陈敬秋病逝 成为台湾第一个 因为SARS院内感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 13区公里 1区公 3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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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医院做了二三十年了 我看过那么多护理长 没有一个护理长那么静心的 紧接着 护士林嘉玲 医师林仲威 护理部副主任郑雪慧 也因为感染SARS相继去世 在A洞六楼工作的林嘉玲 原本可以远离在B洞的SARS感染源 但是一位在B洞的外劳病患 在封院前被送进了A洞富尔科病房 照顾那个外用是我的病人的外用 他发烧三天都在我的病房 发烧三天都在病房 因为他第一天跟我讲 他发烧了 我就说赶快去急诊 我赶快找他的雇主 把那个卡片 那个什么 这位印尼籍看护工 本来在B洞病房 照顾他住院的雇主 后来他自己也身体不舒服 4月22号被诊断为内出血 门诊医生认为他应该立即开刀 因此被送往A洞富尔科病房 林嘉玲认为病患的情况 应该还不需要开刀 所以向医生反映 当天晚上 不会说国语的这位看护工 又开始发烧 他感到很忧虑 扶在林嘉玲的肩膀上哭泣 林嘉玲在交班前 特别提醒同事 印尼看护工有不正常的发烧现象 使得同事在第二天 又帮印尼看护工照了一张X光 这时X光片 已经呈现出明显的SARS症状 由于林嘉玲的警觉 已经感染SARS的印尼病患 才被送回B洞病房 这使A洞的许多同事 逃脱了被感染的命运 开刀房 麻醉口的医生 麻醉口的小姐 开刀房的小姐 开刀房的流动小姐 还有我们的医生 还有开刀房 飞护室开刀房办公人员 这么多人 加上开完刀 你要送到病房来 小一般的小姐 大一般 白一般 再加上旁边病人 至少20个人跑不掉 离乡背井的印尼籍看护工 在封院期间去世 林嘉玲则在5月11号母亲节那天 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和同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平的疫情 到底对台湾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和平的疫情事件 对整个台湾的SARS疫情的影响 是非常重大的 它产生了很大的扩散的效果 那么我们从5月31日 维持的这个资料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在670几个可能病例里面 和平就有150个病例 在和平医院之后 从北到南 有不少医院也爆发类似的院内感染 让那些原来在 等于是在20号到24号中间 至少这几天的那些病人 那么就散步出去 那散步出去这些就跑到人际 人际后来就跑到高雄长庚 引爆高雄长庚的疫情 高雄长庚就跑到澎湖属立医院 就引爆澎湖的疫情 那仁际后来也有跑到其他的医院 很多的台北市的很多的很多医院 包含后来的台大医院的 我想很多都是和平的 那么其实现在杨敏的部分 杨敏也照顾很多和平过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以台湾来讲 和平的医院的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 4月23号晚上 由于和平疫情爆发 卫生署指派苏毅仁等几位专家 跟邱树梯局长开会讨论疫情的处理 当时专家建议 封院要有配套措施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行政院召开的会议上 行政院官员以及台北市政府的代表 都没有考虑到专家的意见 只决定立即封院 并且把所有的人员召回集中隔离 主要的讨论的结果是专家 跟台北市在讨论 讨论结果他们做这样的结论 我们是尊重而且支持的 苏毅仁教授确实有知道 说和平医院 B动是收怀疑的SARS的病人 A动收接触者 也就是其他的那些人 然后说是员工的话 最好是就不要回家 那么找一个旅馆 当时大家讨论了半天 说和平医院有将近一千个员工 如果要有一个旅馆来松荣 大概是需要像凯业这么大的规模 所以其实恐怕会有困难 那个时候我发觉到 卫生级的成绩确实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马上打了一个电话 给卫生室图市长 那个时候 那时候图市长我跟他讲 和平的情形现在严重病情 疫情非常的严重 因为所有的这三个都没有做 那么图市长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 那这个一定要台北市政府 先处理才能够 卫生纸才能够接手 否则的话 那卫生纸马上接手过来 那台北市卫生级都没做这个不行 我们换了一个错误 说不定包括秋树提也是也不一定 我们好像太相信台北市 族行的能力 或是这个医院里面族行的能力 4月25号 和平内部的情况继续恶化 秋树提邀请几位专家 陪他一起进去视察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医护人员 我们真的当天晚上就陪秋树提11点半 陪秋树提30个人陪秋树提去和平 看到那个和平医院那种整个快要爆炸的那种情形 我在现场的感觉 我就觉得台北市政府这边没办法处理 这个时候一定要中央出面 那总统府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行政院游院长 总统府出面关注后 行政院才开始积极介入和平疫情的处理 那个晚上游院长跟七大疫情中心的开完会以后 那么他就请马市长过来 他就叫我把我跟马市长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就说马市长 那个请我去跟马市长简报一下和平的整个过程 我想那个时候马市长才进入 老实讲我认为他那个时候才真正进入状况 美国疾病管制局专家Jim Landau 在25号进入和平医院协助感控后 把和平疫情已经失控的讯息传回美国 那个时候游院长跟马市长也是觉得说 这个事情已经国际已经在注意了 所以要赶快处理 那马市长也开始说 他后来的几天行程要全部空出来 来处理和平的事件 4月27号开始 和平医院将病人分批撤出 为什么会七大医学中心的这些院长 都愿意接纳从和平出来的病患 其实也是中央去帮他们做这样的协调 可是这个在国外来讲 他们会觉得如果按照学理来看 他们会认为这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处理 从专业的角度我原本也不赞成 可是我还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总结和平医院 集中隔离的经验 台北市政府认为是成功的 我觉得封院的部分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过失 因为第一个 没有因为封院而造成更多的死亡 然后封院之后减少了社区的感染 这个太明显了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封院没有配套措施是很大的败乎 我们必须强调封院的决定是对的 那个错误的只是说 他封院的时候配套措施都没有做 和平医院的封院决策 只想到把SARS病毒杜绝在院内 却没有考虑到被封锁的一千多人 他们的人性需求和基本人权 在21世纪的台湾 这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状况 他封院的时候封了这么的仓促 然后他配套措施又没有出来 然后又让大家集在这个大篮缸里面 当然这个我是觉得说 一个先进的国家 一个这么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都市 市里面不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落后的一种措施才对 4月爆发院内感染以后 短短的两三个星期里 总共有46位和平的工作人员发病 9人死亡 但是其中只有少数的医护人员 被当作抗疫英雄来歌颂 其实你们一不断地把那种 英雄的那个皇冠往我们头上带 可是某个程度你们是明灭掉 说其实我们是人 我们也很脆弱 我们也很害怕在那个地方 那你不断地要你做英雄 其实某个程度我觉得 那背后其实很残酷了 是不是就是把你 反正就把你推到最前线去 然后不顾你任何需求 因为英雄是不需要 任何保护就可以去做到的 因为英雄可以创造神话 由于缺乏防护装备 而在前线牺牲的医生护士 被说成是抗疫英雄 而同样在医院付出的基层劳工 像是洗衣工 清洁工 看护工 则完全被遗忘 比如说像流性洗衣工或灵性看护工 在这个过程里面过世之后 事实上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地 对这些人的过往 然后表达任何的一个尊敬 陈静秋护理长林仲威医师 他们都是因为SARS而殉职的医护人员 但是反观来说 我哥哥是不是可以说 他是第一位在职场上面 第一位因SARS死亡的劳工 但是所不同的是 我们乏人文问 在台湾整个SARS疫情中 院内感染的比例高达90% 发生这么大的疏失 到底医院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医疗上面事实上是已经沦陷了 就是说那个专业的部分 其实已经被越来越模糊掉了 变成做生意一样 所以有一些医院他可以开一千床 我说那台湾人大家都在打门就好 每一个人都在生病 好像每天都需要有人生病 才能够去养那些病床 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太注重个人的业绩了 比如说做PF就是以个人的做到点数 然后抽成来算 尤其当我们是以业绩为考量的时候 那品质自然会把它摆在第二 那很可能会造成这种 我们看不见的这种隐形杀手 慢慢就潜伏在各个角落 我必须讲一句实话 台湾这个医院有破了很多的洞 是和平医院破了一个最大的洞 而且是最早破的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还是千疮百孔 到处都是洞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医院一直爆发问题 业绩导向的医院经营方式 很自然的会牺牲掉工作人员 和病人的基本权益 我们台湾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人生病要全家住院 为什么 因为护理人员不够 你病人吃喝拉撒睡 全部都要我们家人 这次感染是什么回事 这次感染是陪病的家人先发病 对不对 为什么台湾要陪病 是因为医院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病人 像这样的防疫的工作 以预防保健的工作 这个不是健保局会给付给你的 你没有这部分收入 你医院当然不会花重心在这方面来做准备 你看和平医院 就以它自己所谓的营业额最高来自询 那你可以看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营业额 它很多里面都是外包 它把很多的清洁工作 很多看护的工作都包出去 好啊 平常没有事 你真正要打一个团队仗的时候 很清楚 因为平常就把这些人当作话外之谜 认为他们不是编制内的 待遇也差 福利也都没有 打仗的时候连各种装备都不是给他们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出问题 由于制度的疏失 和平医院的工作人员 被迫在缉度不安全的环境里工作 这其实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令 所有的雇主 包括其实公立机关的和平医院 他都有这个义务在法律上要求 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让劳工来工作 里面的不管看护工或护士 他们都有这个权利的要求 所以SARS这场上很清楚暴露了 在一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之下 让这些劳工受害 总结和平工作人员 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在封院前后蒙受的苦难 资讯不透明造成极度的恐惧 安全防护不足 使得许多人遭受到病毒感染 甚至于家破人亡 这一切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刚刚走出风暴的和平医护人员 在结束隔离之后 重新面对人生 他们经历了跟同事的生离死别 也看到医院内部的分裂 每一个人心里都留下了许多创伤 我是觉得把我们叫英雄真的很沉重 我们是人 我们是社会人 我们真的不愿意当英雄 可是我们愿意当有战备的斗士 我们可以去帮助病人 可以去医护他们 我说我今天去做好事 去救人 结果好像我得到的资讯 没有那么好 就大家会觉得你是个温神 你是个感染源 我觉得人也不要完全没希望 怎么讲 就是说 即使900个人里面 只有100个人愿意做 我觉得都应该很感恩 因为那100个人他也愿意做 而且真的我发现愿意做的人 他会愿意一直做下去 即使他怎么累 然后当你很累的时候 会发现有这些人愿意跟你做 你才做得下去 我希望我为我的 过世的同仁们 或是正在受苦难的同仁们 能够做一点事情 因为这样的疮痛 其实我想 很多人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走过 我们V8没有人辞职 我们V8 我们V8剩下八个护士 没有人辞职 那我们生病的人 本来说我死都不做了 这次我出去我死都不做了 可是后来等他们出院 他们在家隔离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 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话 他就说 不要这样讲好不好 我们还要回去上班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